就说别惹大辣椒吧 这是昨晚下班被偶遇的大宝 侧面可以看出他穿的衣服 还是发自拍的那件狮子外套 但他却把裤子换成了 另一条不同材质的拖地裤 啊啊 谁懂啊 这不是明摆着第二轮护肤吗 怪不得咱宝离不开他大辣椒 哥哥前脚走就听伤感的圣诞节 因为他是从24号摆跨离京 去深圳那天就开始听的 也难怪他想 这样的护肤狂魔谁能不想 这下都懂他为啥刚到澳门 就摸手机了吧 当然是生怕他哥找不到他咯 而且当晚就有人拍到了 外出买夜宵的乐酱 乐乐不但买了吃的 关键是他还买了星巴克 谁又喜欢喝星巴克呢 想喝星巴克啊 所以是和那年一样 看完画展就一起跨时空吃了日料 来了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 吃着一样的饭 还是有人飞去了 你舔你戏品吧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